大家好,我是邱寶郎,很高兴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蛋炒牛肉 今天准备的是牛肉片 竹笋 全蛋 姜片 辣椒 盐巴 青葱 白胡椒粉 香油 酱油 太白粉 好,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牛肉 少许的太白粉 好,记得太白粉哦 你不要面粉或者是米粉或者是什么粉都不可以哦 然后酱油 少许 一点点的香油 来,把它稍微腌一下 我给大家腌十分钟 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今天教大家的PEPPO 就是用冷油把它过油 好,腌过把它过油 好,另外一种呢 改天呢,妈妈可以试试看看 一样,我们用温水 记得温水五十度至六十度的温水 把它过水 也是非常嫩 好,不管是鸡肉,牛肉都是一样 好,我们稍微腌一下 好,略腌十分钟 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倒进这个温油里面 记得哦 这个温油是放进去 它不会炒之下 它不会有油爆 这个温度才是正确的 它在搅开 你不用担心说 这个酱油 它掉下去 它没有这个味道 好,因为刚才有太白粉呢 经过这个油温 大概是五十度到六十度的油温 它已经包裹在 这个牛肉的上面 附着在上面 好,像这样子 有一点血色 有一点鹤化 就是它有一点熟化 安就好了 好 来,把它捞起来 记得,我们就是用冷油 大概是五六十度 好,我们把它捋起来 好,把它备用 这锅中还有少许油 这样就够了 来,我们一样 姜片 然后辣椒 先把它爆香一下 少许油就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的牛肉呢 已经是泡油了 当然 我们牛肉现在把它滴油 把它滴干一点 好,待会炒起来呢 才不会这么油腻 好,我们爆香之后 爆香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蛋 稍微把它打散 好,我们今天准备两颗蛋 不管是有机蛋 养生蛋 什么蛋都可以 好,把它打散 来 接下来呢 如果现在冬天买不到竹笋 你就可以买真空包的竹笋 就可以了 只要是竹笋 不要笋干 竹笋 只是说 有些东西呢 在做菜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是比较硬的 比较软的 这样搭配起来 你的菜 你的主体 才会出来 才会好吃 来,竹笋 你甚至啊 芹菜啦 或是芦笋啦 也可以适用到这一道 都可以 因你个人的喜好 去加任何的蔬菜 都可以 好,来 好,我们把它稍微略炒一下 我们现在呢 把它加一点点水 好,记得一点点就好了 为什么要加水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三泰白粉 我要用一点点的水 然后还有待会儿会用蛋液 把它去勾 它这样才不会太干 来,像现在的时候 牛肉 它还没有熟 就倒下去 记得要大火 它才会嫩 它才会嫩 才会好吃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就是 用一点点香油 白胡椒粉 好,盐巴 盐巴也少许就好了 因为刚才用酱油去腌它 来,它很快就熟化了 来,就是这样子 轻松放进去 最后 蛋板滑下去 记得关火 蛋就好了 有没有很日式的感觉 蛋液都附着在这个牛肉上面 有没有很讨喜 很好吃 我们把它盖面啊 盖饭啊 都非常的棒 想不想吃 你们自己做看看 这个牛肉呢 经过油稍微略泡过 记得 我们今天的Pepo呢 就是要用一点太白粉 酱油先腌过 用温油 大概是50度到60度左右 然后把它过油 过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大火去快炒 最后蛋液放下去 然后我们就是 瓦斯关起来 喇喇按就好了 滑蛋牛肉 先给大家 散分给垂下 你一定要试试 然后 你看 喇喇咇咇的 更多 衣服 也有 å 毕